这个好像强度挺大的 我耳边只有他们的喘气声 我跳得比较少所以我已经停了 先来问问为什么会排出这样一个作品 Karton Well the TV show giving us the theme I love street dance and because street dance to us is actually perfeited freedom we have a b-boy popper hip hop freestyler and a locker dancer and choreographer we brought all the styles and we also asked his opinion what he'd like to do and he said I really want to perform like an artist if you look at it everyone has their own style why not all be an artist in our own way let everyone shine in their own way how they want to do it and bring the culture freedom street dance together 真达到了目的达到了 这一组的编舞师真的还是很厉害的 每一个人的优点发挥到极致 就是我觉得刘老师你不应该分到这一组 你应该在专业那一组 可能我已经二十多年没跳舞了 大家可能都没看过我跳过舞 但是我真的也不知道自己能跳怎么样 就是感谢他们这次编舞 就是他们教得非常有耐心 但其实我刚才我觉得没有表现到最好 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 在这整个跟他们一起跳舞的过程 很棒 成全 这个作品首先你们选择的音乐是非常大的难度 它不是一个有一个节点然后在走 它是在过程中的变慢变快 所以你们要抓住这个节奏点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 而且卡尔顿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达舞师 我很喜欢他听到的音乐的一些细节 有的时候他会听到那个saxophone的一些声音 或者鼓的声音 通过你们的肢体是在放大那个音效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看的一个街舞的一个表达能力 因为我觉得舞蹈就是从音乐出发的 包括梁仔在做这个b-boy的时候 卡尔顿有一个脚的一个呼应 所以有一种支持和放大这个整个画面的 包括刘老师配合得很好 你们没有被一定要有一个嘉宾困住了 反而是放大了你们整体的作品很棒 更像在一起的队友 对的 很自然 把一脱裤子就是一个队友 对 换裤子 一换裤子 一换裤子 其实我本来是要穿黑色裤子的 但后来卡尔顿就是觉得 好像在画面上面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怎么好像就要特立独行了一下 最后其实发现原来我们是一个队友 是很好 好 卡尔顿 大家都 对 我觉得整体大家的状态都是统一的 然后都是非常欢快也非常符合的音乐 前面就是老师可能 有一点点就是 小错误 错误 但是我能看出你是很开心的 就是觉得我错了 没关系 但是还在继续跳 这个状态我非常的喜欢 谢谢 我如果没看错 有那个Bebop的设计 有那个House和Tita的一些设计 我觉得是很巧妙的 而且把跟洪哥的这个 有一些健身操的动作融合在里面 然后整个状态非常的轻松自如 我觉得也很符合我爱街舞的这个主题 是很喜欢的 谢谢 赞多觉得怎么样 我喜欢的那种风格 我喜欢那种直播的样子的表演 开场的那种一个人一个人个人个人的 所有的表演 表演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 不一样的风格 对 所以很精彩 非常棒 那钟晨那你们跟跟洪大哥一起排练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分享一下 刚开始我们去排这个舞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风格 融合起来 所以大家要学的趴很多 所以大家会比较累 但是接触到跟洪老师之后 他的那个 energy 真的是把我们不断的往上推 跟洪老师之前在上海自己拿着我们的视频 然后自己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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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以至于他来跟我们合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非常能够完整的去跳出来 跟洪老师真的给我们特别大的惊喜 当时我和钟晨还在上海 所以我们中间有一天去 专门去叫跟洪老师排练 然后跟洪老师进来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我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 就有了大家刚才看到的他的那个phrase 然后之类的 然后他以前还跳过breaking 然后对 所以他还会很多地板上的技巧 然后很多很多 然后并且他当时在舞房里的状态 就像大家看到他跳操的时候 那个状态一样 真的很疯狂 并且很有力量 真的 真的 哈 哈 哈 yeah crazy yeah like that 我再练一下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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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冬夏哥还会breaking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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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都是 那都是四十岁的几个 要不要放个音乐 哦 哎哟 哇 哇 厉害厉害厉害 太棒了 太棒了 龚鸿哥真的非常的放得开 在这个舞台上很自信 而且也愿意分享出他对于这个舞蹈的理解很多方面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龚鸿哥那个出道的时候我们也都很年轻的 这么多年他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种自律的严格的要求 才能够有今天在舞台上面你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很多东西他是没有丢的 不仅没有丢而且这个岁月还给他的很多的魅力 其实他让我觉得眼睛是一亮的 他感染了我 也让我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只要你不放弃 没有人会阻止你前进 这就是一个榜样啊 所以坚持跳操还是有用的啊 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啊 永远不会太迟 我觉得 那分数如何呢 我们稍后揭晓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痘痘队成员 仔仔 周玉祥 反鸭 荷兰蒂 黄子豪 曾志迪 昂昂 街舞爱好者 是中国首位男子速度滑冰奥运冠军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双棋手 高婷玉 走你 一句话介绍你们本轮的作品 让我们一起把时间拉回到五月份录制海选的那一天 海选的那一天 走 走 走 乘客们开往这间比赛现场的车辆即将发车 请抓好扶手 注意安全 好 好 来 贼贼 贼贼 太棒了